面对台东县议员总质询 站在台上背群的台东县长黄建廷 似乎不是很专心 因为涉嫌六年前药商回口贪污弊案 10号下午遭台北地方法院传唤说明 但是他再度以议会行程为由 向法院请假 对 有排这个庭局 但是我跟他请假了 对 因为议会的关系 那是针对什么事情 就还是上次那个案子 那目前呢 我们尊重法院的程序 县长快步上车回避记者追问 但是黄建廷97年担任立法委员期间 疑似收受药商回扣遭到起诉 但至今已经六年多 承办此案的台北地方法院全案 却还停留在准备程序 特别是在年底选举中 黄建廷再度绞逐县长宝座 会不会影响年底的选情 采用宪明反应两极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的未来的县长 一定要是非常的清廉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身为一个 县长基本的条件 我们在意的是他的能力 他这个司法的部分 就交给法院去决定了 不是我们老百姓 只要他好好的帮县民做事情的话 我们还是会支持他 而民进党提名参选台东县长的 先任立委刘兆豪泽批评 司法单位办案不积极 更呼吁司法单位尽快厘清案情 黄县长因为在立法委员期间 涉及的药商回扣案 被起诉求前十年 这个案子拖了六年 还在准备程序当中 我想这是不只是所有台东县 甚至全国心 大家心中的一个纳闷 根据我们现在法律的规定 县长如果因为贪毒的案件 被一审被判决有罪的时候 他要停止 那试问 我们当我们所选出 如果是我们所选出来的县长 他能不能依法执行 他的职务是一个最大的公共议题 司法院表示 今年七月有发文击吹 希望承办何议廷能积极有效的审理案件 而民进党也召开 记者会要求尽早审理 针对丽云的质疑 县佛团队及国民党团 表示尊重司法程序与判决 记者文革德班台东市采访报导